有 是个姑娘 哎呀 我的姑娘呢 来 哎呀 干什么 别过来 别过来 什么 大姐 大姐 清风 孙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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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死丫头 谁让你一个人跑出来的 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清风 你没事吧 大姐 走 赶紧把她带走 我这次过来 我这次我是 你这次是 我先带走 你这次是 我先带走 这次是 黑人的 我先带走 我先带走 你那次是 你那边的 我先带走 你老公 今天开始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江山队长 这几名士兵死的有些奇怪 奇怪 这有什么好奇怪 怎么 警告你手下那些充满雄性激素的将 要是他们再不把裤裆里的东西看紧看牢 他们死的会比这三个士兵更难看 清风 刚才那枪是你打的吗 可惜我没打中 骆勇 你会骑马打枪吗 不会 所以 大姐 你一定要教会我们 是啊 大姐 你一定要把我们教会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你们教会的 大姐 老二回来了 咱们去迎迎她 好 陛霞 疼吗 这算什么呀 一点都不疼 都渗出血丝了 我才不想你不疼呢 我也不信 你看你们 我真的不疼 粥都快凉了 你们快吃吧 陛霞 你爸爸的朋友是不是把家里孙鹅粮食都给了 咱们是吃饱了 可他的全家不是得饿肚子了吗 可不是吗 咱们的事你跟他说了吗 说了 叔叔一听 咱们是杀鬼子报家仇 二话没说就把家里所有的米都拿出来了 我明白了 大姐 你明白什么了 叔叔他宁可自己饿肚子 也要让咱们吃饱 他是为了让咱们吃饱之后 有力气好多杀鬼子 对 我叔叔是这么说的 这米咱们不能白吃 咱们一定要记住叔叔的心 我们记住吧 我们又死了那么多军人 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 他们的仇 我们来报 对了 大姐 我在叔叔那儿听说了这么一件事 什么事啊 日本鬼子好像要成立一个什么 治安维持会 治安维持会 什么是治安维持会 就是由日本人和那些狗屁汉奸 成立了什么狗屁政府 政府又是什么 应该就像咱们寨子里的头人吧 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就是由日本鬼子和汉奸 管着那儿的乡亲们呗 老二 他们什么时候成立 二十号 也就是三天后 三天后 大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李霞 我知道你有想法 说出来听听吧 对 我是有想法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这些日本鬼子和那些狗汉奸 他们一定都是带着枪的 这正是我们夺取枪支的大好机会 再一个 我想给咱们黑玫瑰造个生事 咱们为什么不能偷偷地混进去 夺枪 对 咱们去夺枪 大姐 你怎么不说话呢 让我想一想 杀日本鬼子有什么好想的 不 我一定要好好想想 你俩都坐下吧 嗨 姑爷 今天你看着你妹妹 融合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 最高荣誉的续日勋章 不知你有何感想 这 属下 非常惭愧 不是我说你 你是一个堂堂的日本武士 可是比起你妹妹来 的的确确略迅仇啊 怎么 难道你想让你们古野家族的武士刀 有一个女孩子来继承啊 嗯 这 报告总司令阁下 其实我的哥哥他是很努力的 我们古野家族把希望早已经寄托在他的身上 什么 古野 这我就更希望你能支持而后涌 属下一定 加倍努力 我不要你的空话 我要的是成果 这一次江川 消灭了中国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 虽然区区几市 可也是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和成果 我希望你把这种势头继续下去 你们再把治安维持会的事情办好 那就更锦上添花了 请总司令官哥下放心 成立治安维持会的事情 我已经周密的布置好了 这一次绝对令您满意 那就好